大家好 今天又是由我上官知症师傅教大家 农年生BB的竅门 今天轮到所讲的就是一个贼时的秘诀 到底小宝宝一个小BB的生命是由何时开始呢? 原来正式开始的时间 不是计算医生口中的蹦出来 是计算我们术数家认为的 剪辞带那一秒 因为自从一剪辞带那一秒开始 母体和BB仔正式分离 我们叫做通天达地 于是乎BB的生命就由那一秒钟开始 而日后到底是一个好八字 一个好紫微九数的命款 怎么计算都好 都是由剪辞一秒开始 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BB仔打算在未来一年出生 或者说明年也好后天也好 这个理论一直都合用的 在你要跟产科医生去沟通的时候 记得以剪辞带来计算 千万不要跟他说是捧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很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就是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我们摘时 应该是怎样摘最好呢? 香港人很多时候摘时间 就有一个美丽的误会 如果要摘一个时间 是叫做午时的话 午时者 即是上午的11点钟 到中午的1点钟 我们应该怎样跟医生说 记得了 就要是指定在中午药幕12点钟的前后 这样做法就叫做万无一失 千万不要告诉他 踏正11点就是午时 分分钟午时就会变成智时 以加拿大为例 很多地方去到今天 依然是实施下令的日光节约时 我们简称下令时 下令时这件事不是一个真正八字 我们要计算的时间 我们计算的真正八字的时间是标准时 换言之 如果当地有下令时的话 设计要怎样做呢 减回一个小时 减回一个小时才是一个真正小朋友的八字 亦肯有人会问我 如果我小孩在英国的八明汉出生 用不需要将他换转成中国的中周落阳时间 或者换转成香港的时间 答案是不需要的 因为一个真正的八字 是以当地日正中天 为之那天的时辰计算的标准 千万不要将他换转成中国的时间 最后我来一个总结 原来一个好的时辰 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展示大一刻来计算的 另外千万不要多次一举 将那个时间转成中国的时间 任何好的八字 或者准确的八字 都以当地时间为标准 如果大家对择日生BB 有任何疑问 欢迎来信我们的电邮地址 我会络疑解答大家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